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过完圣诞节了 也该跟家里的圣诞书说再见了 根据统计呢 北美地区呢 平均每年有2500万到3000万的耶诞树 在假期期间售出 不过节日过后 这些圣诞树该如何回收利用呢 一块来了解 圣诞树让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 节日过后 这些松树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据统计 北美地区每年平均的圣诞树消耗量 超过2500万克 而这其中93%的树木会被回收利用 接下来就带您了解一下 如何处理并循环利用这些圣诞树 首先将用过的圣诞树放入水塘 可以让它们变成鱼类的栖息地 如果种植在海岸边 还可以帮助保护植被 防止水土流失 把用过的圣诞树种植在自家的后院 挂上饮水器来吸引鸟类 也是一种好方法 圣诞树的树枝对于鸟类筑朝堪称完美 因为圣诞树所用的树木 多数是雪松 这种植物极容易干燥 将其放置在干燥的地方 几个月后 它们就可以被切割成壁炉使用的木柴 住屋house的民众 也可以将树种植在自己的前院 来保护前院的隐私 最后 如果您不想处理您的圣诞树 还可以将其在垃圾日放在路边 或者可以联络城市的回收处理中心 询问可以接收回收的日期 千万不要随意丢弃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